原本我的想法是讓這個劇本很單純 我就是要表達出老人如何熱血 如何重拾以往的自信 然後幹掉年輕人 就是一個著重的老人這樣的東西 他原本其實是一個很單純的 陽剛的男性的那種追求一個熱血的 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就是因為我是一個複雜的人 然後所以一直把這個故事複雜化 我很小就決定要做影像相關的工作 我很小就拍照國中 然後我努力的在追求攝影 就是電影裡面的每一秒鐘 每一格都那麼棒 原來電影才是攝影的極致 可是電影對我來講 真的是很遙遠的一件事情 我拍了十年的黑白照片 然後有一天覺得黑白夠了 我要拍彩色 然後我又拍了彩色 又好像彩色夠了 我要去拍紀錄片了 然後後來發現 好像紀錄片我又拍了十年 就是說我好像進入了另外一個十年 這樣的一個遙遠的夢想 慢慢的慢慢的變成可行 我覺得是有很多很多因素的 高品質的影像不再是一個超級昂貴的事情 還有我過去所累積的一些經驗 那我覺得好像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 所以就莫名其妙這麼遙遠的東西 變成離我那麼近 一開始 我們想要去做一個這樣的電影 完全只是因為有趣 這個有趣的事情的後面 我覺得它有空間可以做很多事情 眷村是一個小中國 它有過去五六十年來 這一些人的生命 光榮新村就是一個台灣的縮影 那就是一個不同族群的人 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基本上今天我們選擇 在眷村這樣的空間裡面 來講我們的故事 是因為這個空間裡面太豐富了 所以我們要在這個地方拍片